这次讲解的是如何配置原地转身动画资产。 打开我们的空手动画资产,可以看到这里分为很多个组。 我们先看到一个原地转身的数据组。 可以看到这里是动画资产的合计数组。 可以看到这里有十个元素,对应的是十方向角度。 我们来看一下索引铃的动画。 这里是一个原地抬腿动画,是动态程序转身动画。 它可以替代0到180角度的转身动画。 索引一对应的就是向右程序转身。 索引两对应的是左45度转身。 索引三对应的是右45度转身。 然后四对应的是左转90度的转身。 以此类推。 这是右转90度。 这是左转135度。 再是右转135度。 然后就是左转180度。 以及右转180度。 我们运行游戏查看对应的效果。 可以看到首先执行的是程序化的转身动画。 然后执行的都是带有固定角度的转身动画。 这里我们演示的是使用180度的动画旋转至120到180度。 它需要搭配锁脚使用。 使用该方法可以减少一半的动画量,甚至可以更少。 这场沒受到一个通过。 откры皮肤转質。 我们下转。